現在有侯友宜的民宿 甚至被訂了一個是不是剝皮民宿 我們請教他冠廷 因為現在大家就算出來說 這個一瓶真的是蠻貴的 包括租金的部分 正好算出來說 是李中庭回建築的兩倍 還有人算出來說比一零還要來的貴 真的有那麼貴嗎 貴是感覺問題 對於像侯友宜有這麼多房子人來講 這種租金可能算便宜 但是重點是要比較附近的水準 因為侯友宜的陣營 現在講到這個有關大群館 或凱學月的講法都講說 市場機制交給這些貸管的團體 來處理 我們只是屋主地主 跟我無關 先講一下現狀 現狀可以跟大家報告一個訊息 過去幾年的時間 2018到現在 從一個月3000塊 漲到現在一個月16000 漲得夠了吧 但我跟大家講不夠 今年8月 好幾間又悄悄漲了500塊 還要漲 500塊 600塊也要賺 超級市場機制 連500塊都要漲 然後呢 他的整個的一個格局是這樣子 一樓到六樓 越晚樓上越便宜 所以比方說你看六樓 有一些租金一個月一萬六 一樓呢一萬七 為什麼 一樓就便宜 因為不用爬樓梯嗎 對 那現在大家就講啊 那到底其他的同樣在文化大學附近的房子 有這麼貴嗎 所以正好就很無聊 上網去查了那個相關的資訊 結果真的耶 一查不查還好 一查就真的查出來了 你看 陽明山文化大學超值學生套房 套房喔 套房就是有衛浴啦 我們以前大學有出過房子都知道 亞房是不含衛浴嘛 八千三百三十三元一個月 幾坪 五坪 所以代表一坪多少錢 五除以八千多 等於一坪一千六百塊左右 等於是侯友宜這一間的一半的金額 我們再看其他間喔 另外一間 全新的喔 全新大套房 優質的地板設備 九千五百元一個月 幾坪 九坪 九坪什麼意思 一坪大概一千塊左右 所以這兩間 來我再看第三間 對比三間就差不多了喔 來第三間 文化大學全新獨立套房 八千五百元一個月 幾坪 六坪 所以一坪多少錢 一千多 所以文化大學這附近的行情很清楚嘛 一坪一千多塊 算是符合市場行情 可是 侯友宜他們家族的這個凱旋苑 一坪可以到三千元 為什麼要那麼貴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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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照少康所說的嗎 我跟你講 我講白 我講結論是欺人太甚了 因為文化大學 實際上在文大附近的房子沒有這麼多 那是供需是不平衡的 因為對很多以前文大的同學朋友來說 如果沒有租到學校附近的房子 他只能每天騎著摩托車 很冷耶 上仰德大道 然後走到下面的士林區附近找房子 很多同學都這樣 可是每天從士林區往上騎 經過永遠大老不僅危險 說真的這幾天的天氣 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孩子 或是你本人的大學的時候 每天要這樣騎 很痛苦嘛 轉學轉學 轉學也要 也要很多因素啊 所以搞不好人家就很喜歡文化大學 所以關鍵是 接在這一個市場是供需不對等的 供應方是強勢的 需求方是弱勢的 那這個時候侯友宜他的房子 一而再再而三的漲 漲到幾倍 從三千變成一萬六 到今年還要再漲個五百塊 所以當你今天 如果你們要選總統 沒有人會講什麼 你家好愛你的事情 可是當你今天大談土地正義 大談社會住宅 可是對照你家的房租 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對 漲到是附近所有的房子 所以侯友宜的房子 到底有沒有租了特別貴呢 在剛剛趙稍康講一句話 你覺得貴你就不要租啊 你覺得貴你就不要租啊 請問他家凱 你可以跟學生講說 你覺得貴你就不要租啊 這是市場機制嗎 好學生應該要找民進黨算帳啊 因為民進黨應該補貼 這些人房租 民進黨補貼這些人房租 然後這個錢又放進去 侯友宜的口袋裡面這樣對嗎 我們都知道從2018那時候選市 侯友宜選市長 當然經歷過很多的檢驗啊 那也做了一些變更 四人住嘛 兩人住嘛 對到現在凱旋院嘛 那我覺得剛剛管理做人 感覺問題嘛對不對 這樣談錢總是傷感情嘛 但是我覺得我們很多的進辦 也發言過了 回應過了 就所謂市場機制嘛 就是自由競爭嘛 但我今天想說的是 因為大家質疑點是什麼 因為今天你們質疑的是 侯友宜今天要出來選總統 那你自己的所謂 你是房東也好 或是你以為是房東 這件事情可以反映 他未來當選之後 你對年輕人照顧 我覺得這不能畫上等號 因為我們就看看這兩年 這兩任的總統 現在的總統是誰 蔡英文總統嘛 我們要看是年輕人的好感度 跟幸福看的是什麼 看你的政策 看那些數字嘛 而不是說你總統 你自己的財產捐贈了多少土地出來 應該也沒有吧 對不對 我們要看的是數字 不是大家喊說是居住正義 要吸年輕人選票 然後出金那麼貴 這不是覺得很奇妙嗎 所以我說我也都說了嘛 這些是不管誰上任 你應該提個大面向的政策 不管是租金有減租的方案政策 那些讓真的全台灣年前 在租房的時候有感 這才是 而且我必須說凱旋苑 他不是學生宿舍而已 他只是有部分租給學生 他很多是租給附近的上班族 那東華哥雙號舉個牌子 補助失效3.5萬 等於是凱旋苑 兩個月的房租 這等於兩個月的房租 加凱你對文化熟嗎 附近有上班族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學生 他有租給其他背學生的族群 應該是也有開店 我都去那邊的那個 連法器拉車都說出來 我都會騎摩托車啦 請大家看一下 你記不記得行政院前一陣子 才說補助失效一年3.5萬 然後你知道凱旋苑一樓最貴的 剛好是一萬七千五百塊 就是兩個月的房租 我那麼講 其實我覺得侯友宜 侯友宜有個心魔 他一直覺得說 你們拿我的凱旋苑 我就是不低頭啊 我合法嘛 我合法嘛 可是侯友宜為什麼說他畫錯重點 重點不是在 合不合法 重點是觀感問題嘛 更重要的其實還不是觀感 是態度問題 所以因為你要選總統 所以當你 我記得在第一次政見會的時候 他就講他要給年輕人一個希望 那麼你就要想到 你要給年輕人一個希望是對的啊 可是這邊你就要知道你的凱旋苑的房租是多少錢 這個時候其實很好解套耶 我如果是侯友宜的目標 我會跟他講怎麼樣 第一個先跟星光人送那個管理公司先解約啊 換一個代管公司 不用 都不要換 然後緊接著呢 因為侯友宜是嘉義人啊 凱旋苑一百零三千對不對 拿一半出來給中南部的學生 然後定一個標準 中低收入戶的學生 便宜租啊 這就是做公益啊 我並不是說 你凱旋苑這樣做 你就可以解決多少問題 是你的態度 你要選總統的人 你跟我斤斤計較你的凱旋苑 然後就會產生這個對照 為什麼要給私校學生減免三點五萬 降低家長的負擔嘛 那你一個月一個房間收一萬六到一萬七 不是學生耶 是家長的負擔耶 侯友宜你自己是從南部上來的小孩子 你怎麼會忘記呢 我如果是侯友宜的幕僚 我一定跟侯友宜講 這件事情是要照顧人啊 不是 你是要選總統耶 你不是真的在當房東耶 怎麼會腦筋 侯友宜的幕僚群的 腦筋都有問題啊 你放進口袋了我很難吐出來耶 那一定是家裡的問題啊 那麼多總統大選 每一次看到最麻煩什麼 就扯到家裡面 不是說你毫無疑錯 可是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當你的房租比101還貴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的支持者怎麼替你對外講話 人家那個29評論都可以都可以講成那個樣子 兩個局長還要出來講話 你沒辦法面對凱旋院 那你跟人家選什麼總統 你的態度要拿出來 好我們請教一下冠婷 你剛剛有補充了是不是 對我先講喔 剛剛家凱講的 如果整個侯友宜團隊都這樣講 我尊重啦 我不同意但我尊重 你就講市場機制 就是這麼貴 我覺得OK 這是你的回應 可是趙少康把這件事情推到民進黨政府實際上是非常惡劣 而且我覺得 他還講說 嫌貴你不要租 房子嫌貴你不要買 房子嫌貴你不要買 我認為這是惡劣跟可惡 趙少康怎麼講 兩點 第一點他說 因為我們打大群款這議題 才讓他們的整個房價變高 再來第二點 他說要解決這問題 請民進黨政府補貼房租 侯友宜 你真的知道趙少康在講什麼嗎